好 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現在這裡是一張圖 那各位想像我還有一個圖層是文字的 各位想像這個文字通常在圖層的上方對不對 好現在要請 我要請各位要特別留意的幾個地方是 我們等一下要插進第二張圖跟第三張圖 那插的位置請你點在圖層上 你先看那個選取的不要選在文字上 文字盡可能把它保持在最上層 可以嗎 那現在呢我們假設在 各位想像這上面有一層文字 假設這樣 那你就只要點這個圖層之後 好我要抓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一樣 Ctrl A Ctrl C 然後呢再回到這個地方 Ctrl V 貼上 你看它就會貼在圖層1的上方 然後會在你那文字的下方 OK 因為它只會插在你剛才選取的那個圖層的上方 好 那只是我現在又看不到又要再移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了 這是這張圖片 我把擺大概的位置 好假設擺在這裡 別忘記了 圖層1剛才是有藍天的那種感覺 圖層2現在是這樣子 好我一樣放在圖層2 我再切到圖層3 再一樣 Ctrl A Ctrl C 再回到 剛才的這一個 我們的橫幅這一層 再按Ctrl V 貼上 欸有看到圖層3了嗎 然後只是我這個顯示有點怪怪的 好 你看至少你是這樣子 好 我就 把它放下來 大概在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有圖層1 2 3 然後文字一定要在最上頭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想說 欸 那我其他的圖旁哪裡去了 你只要把 上面那個圖層的眼睛遮掉 其實就可以看到第二層 只是 我這邊又有點怪怪的 所以 基本上 你就是這邊算 眼睛的部分 你就把它遮掉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那層的東西 遮掉 如果 你要看到圖層1 你就把圖層3 跟圖層2的遮掉 你就可以看到圖層1的東西 來 我們先請各位把 兩個圖層先都加上 好嗎 可以來 請各位做一下